當我們暈眩發作的時候 除了感覺到天旋遛轉 有些人還會感覺到 突然耳鳴甚至有吵雜聲音 甚至還有些人會突然聽不到聲音 要小心喔 這些症狀很有可能是耳朵中風囉 像是這位戲劇製作人陳希聖 他就說他有一次在排練的時候 突然感覺到頭暈 而且整個人是失去平衡 連走路都有困難的喔 而且耳朵還伴隨著吵雜的聲音 移到院去檢查才發現他是 突發即興耳聾失聰 就是我們俗稱的耳中風 另外一位是張姓的媽媽 他說他有一天早上 突然聽不到鬧鐘的聲音 是他的小孩把他邀請的 甚至有時候朋友打電話給他 他都聽不到對方來的講話的聲音 他一直覺得應該只是手機壞掉了 接下來還有感覺到 耳朵常常會有這種嗡嗡的耳鳴聲 他覺得不大對勁 到院去檢查才發現 原來他有一邊的聽力是不見的 醫生就確診他是耳中風 還好後來經過治療之後是康復的 還有一位56歲的陳仙 他本身是一個工程師 他說他50歲之後 開始就常常會聽到 有蟬鳴的高頻聲音這種耳鳴 而且他說這個耳鳴聲非常的深層 他沒有辦法分清楚是 左邊跑出來的還是右邊跑出來的 到醫院去檢查才發現 他是因為壓力所引起的神經性耳鳴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前兩個案例 其實最後他們都是被醫生診斷 叫做耳中風 另一個名詞就叫做突發性耳聾 所以聽名詞 應該他們的症狀就會像耳聾的症狀 所以確實這個婦女 他其實就是右側是真的聽不到 但是我們看陳熙聖的這個案例 他其實不是聽不到 他說耳朵會很吵 甚至他是會有合併一些 頭暈平衡的狀況 因為最近我的家人 也有人出現這個突發性耳聾 那他的症狀其實一開始描述是很像風聲 很像耳鳴的聲音 所以這邊就想問一下張醫師 正常的突發性耳聾 在醫療上該怎麼診斷 突發性耳聾 它有一個俗稱叫耳中風 就是這個詞其實滿好的 中風它就是功能受損 使你不要誤會跟腦中風把它混為一談 耳朵的中風 那突發性耳聾 第一個突發指的是很突然 所以它通常都在幾天內 如果它跟你說 它已經聽力聽不到一兩年了 那不叫突發性耳聾 突發性耳聾 耳聾我覺得可以再把它詳細一點是 耳朵的功能下降 耳朵有負責哪些功能 平衡 聽覺 所以如果突發性耳聾的這些人 它常見的原因是因為感染 跟什麼血液循環差 淋巴 裡面的淋巴破裂 或者是自體免疫疾病 這些造成它的耳朵的功能下降之後 它可能就有眩晕 有耳鳴這些現象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個診斷 就需要有一個黃金標準 就在三天內 連續的三個音頻 有30分貝的下降 如果只有下降一點點 那還不算了 所以這個一般是要到耳鼻喉科 去安排一些檢查來做 聽力檢查 我們就會去測不同的音頻 它下降的幅度 是 那如果你真的確定是突發性耳聾 怎麼治療 類固醇 我們用吃的類固醇讓你身體去消炎 也可以透過打點滴的方式讓它消炎 還有一種是直接在耳朵裡面打類固醇 我們可以拿一支針 穿過耳膜 把類固醇打在我們的中耳腔 它會滲透循環到我們的內耳 就可以消炎 我可以幫病人問一下 這個打到透過耳膜會不會痛啊 當然會有一點痛 所以要找今天很豐富的醫師 那另外也可以上一點麻醉藥 我們會拿一個棉球 上一點麻藥貼在耳膜上 讓它麻醉 不是只有臉可以上麻藥 耳膜也可以 就把耳膜上麻藥拿掉之後再打針 不過這個是不是有一個黃金的治療期 在這個時間裡頭盡早去找醫生 很關鍵 五到七天 如果錯過這個時間 因為它已經發炎太久 有點像你家裡都失火那麼久了 該燒都燒完了 所以你一定要盡早的滅火 那滅火就是用剛剛所說的雷骨醇 所以如果你出現所謂的聽力減損 或是有些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些症狀的時候 其實盡早在一週內去找耳鼻喉科醫師 是最好的 那剛剛第三個案例 他提到的是要神經性耳鳴 我相信有耳鳴的人都會很困擾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醫生也沒辦法告訴你的耳鳴是什麼原因 然而陳隆醫師你說 耳鳴可以透過他聽到的什麼耳鳴聲 可以做一點自我的簡單判斷 其實我們來了的時候我們都會問他說 這個是剛剛講幾天了 什麼時候開始發生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問說 你聽到的聲音到底是屬於哪一種 是好像蜜蜂 蚕在叫 那種呢 還是就跟心跳一樣 聽到心跳的聲音 砰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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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會有差嗎 會有差 因為不同的都會有不同的原因 比如說我們就問他說 你聽到另外一部門說 你是高頻 低頻 連續性的 搏動性的 有沒有什麼時候會更嚴重 有沒有什麼方法你自己覺得 因為心會變得比較小聲 一個這個就會幫我們判斷說 它是不是屬於一個神經性 或者非神經性的一個耳鳴 就是我們俗稱的 比如說血管性或者緊張焦慮 之後造成那個耳鳴 其實從那些我們的問診大概就可以 但民眾也可以透過 我們剛剛講的那一些 自己做一個簡單的歸類 他說到底是要看耳鼻喉科 還是再來看神經科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聲音 是所謂的蟬鳴聲 可能是肌肉緊繃 也可能是突發性耳龍 另外一個叫心跳聲 那就可能會是血管的問題 但是有些人壓力太大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會 另外一個叫嗡嗡叫 我相信有耳鳴的人 他是可以做一點點自己的間別 小心可能是耳道阻塞 也可能是美尼爾式症 是 中醫在看我們聽力受損 其實跟我們的腎臟還有氣血 是有關係的啊 吳醫師 對 就是跟我們的腎氣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就是要給他什麼 預防大於治療 所以如果你開始 等一下又好了 那就沒有說這個聽力下降 可是你會發現這個聲音 好像怪怪的 像在天空中這樣 然後睡好又好一點 所以他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給他什麼 做一個保養 所以我們通常會用這個耳朵按摩 那耳朵有正面 後面 還有什麼 耳窩 那這邊就是我們的手 要先把它什麼 戳熱 戳熱以後就把它順著 從下往上 順著我們的耳朵這個部分 上穴上去 當然上去 我們的手掌給他問上去 然後順時鐘 逆時鐘 這樣子給他按摩 每次給他按個一分到三分鐘這樣子 然後要按到這樣熱熱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耳背 那這個耳背 我用這個大耳朵 這個耳背就是我們中間 你會發現這個耳朵後面 也有血汶的 這有降壓勾 那有時候太操了 太累的時候 你會發現耳朵好緊 甚至血壓都上升了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按壓後面 那後面我們就用我們的什麼 食指 從下往上 從上往下 剛剛是從下往上 這個是從我們的上面 往下這樣子刷 然後也可以食指跟我們的 輕輕的壓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重要的 當我們沒睡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什麼病都來了 那我們在耳朵有個穴道 叫做耳朵的神門穴 神要讓他安靜的好好睡 那這怎麼抓呢 就是在我們耳窩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時候就靠近這個 我們上面的耳尖的地方 所以這樣抓下來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的耳窩分成四分之一 這樣子 一份這樣 一份三份四份 這樣中間打叉叉 在我們的外面的四分之一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耳神門 在這個耳神門 那壓它 按它 然後甚至於給你什麼 給他什麼 整個這樣子 耳窩的按摩 你會發現 按摩按一樣 你會發現 這個晚上就會什麼 睡著 一下子就會睡著 那這個部分你會發現說 整個耳朵的血循 包括我們腦的這個血循 讓他那個耳鳴 或者是我們耳朵的這個聽力 慢慢可以增加起來 這個是真正的 我們的案例裡面的病人 常常是這樣 當然我們也不是這麼客氣 就給他回家做功課 要按摩 在這個診間的時候 會給他什麼 針灸 用什麼耳針放進去 那我甚至於這個 直接給他針一針 讓他三十分鐘 回家會告訴你 五一四五 我這次還要針一下 他會覺得好像得到一個 安神的一個效果 那個效果 這個耳鳴的那個 或者耳朵的那個感覺 就會整個的聽力 會有增加的一個感覺 想要改善耳鳴 除了穴道之外 妙老師你說做瑜伽 也可以改善耳鳴 沒有錯 有實驗就是證實表明說 只要練習我們的瑜伽的 調洗法十二週以後 它是可以對於耳鳴患者的 這個症狀是有明顯改善的 好棒 重點是又藉由這個 我們瑜伽呼吸的 這個技巧的調整 它就可以改善我們的 呼吸系統 最重要的是可以平衡我們的自律神經 所以今天教大家的就是叫做 左右鼻孔交替呼吸法 聽起來很特別對不對 怎麼樣左邊右邊的鼻孔 對啊 來單獨呼吸呢 完全非常簡單 拿出我們的右手 中指跟我們的食指 兩個先彎進來 中指跟食指 我們只剩下無名指 小手指跟大拇指對不對 對 把我們的大拇指 放在我們的右邊鼻翼 輕輕的壓住 我們就可以從左邊的鼻孔來 吸氣 再吐氣 然後立刻用我們的無名指 壓住左邊鼻翼 用你的右邊的鼻孔 吸氣 吐氣 大拇指壓 左邊吸 慢慢的左邊吐 就用這種方式做左右的交替 沒錯 再來我們就換邊 做十次呼吸以上 這樣可以很好地去平衡 觸發我們的腹交替神經 讓我們的身體更加放鬆 這個呼吸的練習 非常非常適合在睡前練習 因為可以讓我們的呼吸放鬆 專注力拉回我們的呼吸 我們的身體上 所以如果在睡前 你睡在床上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再搭配一個開寬的動作 更好的去觸發我們的腹交替神經 讓我們的身心都更加放鬆 讓我們的雙腳的腳掌 合在一起之後 讓我們的雙手 輕輕支撐著我們的身體 躺下來 所以是躺著做 是的 躺著做樹腳式 所以髋關節很緊繃的朋友們 完全不用擔心 地心引力會幫你打開髋關節 如果真的很緊繃 你會不舒服對不對 拿兩個枕頭 或是抱枕 放在膝蓋的下方就好了 一樣用中指 食指把它彎進來之後 無明指 放在我們的左邊鼻孔 用右邊的鼻孔 先深深地吸 慢慢地吐氣 再來換大拇指壓 從左鼻孔吸氣 吐氣 我們通常做大概 15到20個回合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困喔 整個身體好放鬆喔 對 完成整個練習之後 你就可以用你的雙手 將你的膝蓋帶回來之後 就可以進入甜美的夢鄉了 想要看善暈眩跟耳鳴 也可以靠吃的 主廚要教我們一道 防暈眩的料理 要預防暈眩 平常可以多補充 維生素D 主廚今天我們平常 比較少見的食材 波特菇加上鱈魚乾 要來做料理 是 我們今天做這一道 叫做鱈魚乾香香菇 你們猜猜猜這麼大的菇 這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香菇 厲害厲害 我剛剛有看腳本 對 對 波特菇 那這個在一般的大賣場 都買得到 但是如果假設你真的買不到 其實我們 就是台灣的農業非常發達 你也可以買大一點的香菇 也沒有問題 只要是菇類都可以 沒錯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 這個菇裡面好的維生素這樣子 對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講說 要防這個暈眩 因為其實防暈眩 我們就要多攝取一些B12 跟維生素D 鈣這些等等 那像這個裡面 它有非常好的這個鈣 然後像我們這個鱈魚乾 其實這是罐頭 然後這是它的油 很多人用這個鱈魚乾有沒有 它鱈魚乾它會把油倒掉 但是其實它這就是液體的魚油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是鱈魚乾 這是鱈魚乾油 沒錯 乾油 我們把它倒出來 其實你留著也可以炒菜 非常的好 像這個我們第一個步驟 這道料理真的非常簡單 我們把它淋上去 對 透過 因為我們今天要用烤的 烤的話我們的食材 要給它一些戒指 讓它在烤的時候 也會吸收好的魚油 也會香噴噴的 那我們這個鱈魚乾 我們需要放我們的洋蔥末 去把它調和一下 對 調和 而且是紫洋蔥 沒錯 還有這個花青素 然後再來一點點 我們的這個蒜末 對 像我們的鱈魚乾裡面 有Omega 3 ADE 像ADE的話 其實維生素D需要跟鈣 它如果搭配一起吃的話 它的吸收效果會更好 像裡面它就有鈣 那這是不是有D 我們加在一起 對 加在一起一起烤這樣 對 兩個都不足 沒錯 沒錯 那其實這樣把它壓一壓壓一壓 當然你說 我裡面想要加一些其他的餡料 對 比如說 碧琦 脆脆的 我加一點水梨 再加一些寶豆加 對 都是可以的 那就是把它壓一壓 然後把它放進去 但這個鱈魚乾 平常打開直接吃 像在日式小菜 搭配這個和風洋蔥 對 也非常的對味 對 沒錯沒錯 那我們現在把它填餡上去 倒碎了就可以直接填 第一層是先填這個鱈魚乾的料理 沒錯 把它填滿 那當然就是像這個 因為它很大顆 所以你的這個 一般鱈魚乾的罐頭 它的量會比較小 你可以買個兩顆 你就可以做個好幾顆這樣子 是 把它填好之後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這個起司粉 對 灑上去 對 給它一點香味 這個小朋友應該會滿喜歡吃的 對 而且它其實 香菇的肉是非常非常的飽足 對 那我們就是 因為剛有抹油下去之後 它其實在烤的時候 它會慢慢 怎麼判斷它熟了沒 它慢慢等一下會塌陷 然後它會就是 原本現在很厚 它慢慢會越來越塌扁 然後會出一點水 這樣就可以 那我們這時候 放上我們的小番茄 這時候放上去 對 把它放上去 就有點像香菇披薩 對 沒錯 然後一口就一個 大家一人一個這樣 那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番茄是先放 再放起司 會有差嗎 口感上會有差嗎 口感上沒有差 就是你喜歡怎麼做 什麼時候順序都可以 在這個步驟倒是沒有什麼太大影響 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 放進我們的烤箱 去給它烤 160度我們可以烤 10到15分鐘 每個家的烤箱功率不太一樣 可以去測試看看 是 那巧音其實 其實據說你自己 以前也是護理背景的 是的 那其實這道料裡頭 有多一個東西叫做鱈魚肝 其實我們一般 在這邊料理上比較少看到 為什麼你會選擇鱈魚肝 因為鱈魚肝它其實非常好取得 然後其實像我們吃這個肝臟類的 它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 攝取到很多不同的營養素 像大家都會常說要吃魚油魚油 但是其實我們平常吃的魚 其實像這種罐頭類 其實你都可以去攝取 它不一定只是局限在你的 就是保健食品中 我們可以透過吃來補食 透過食物直接做食料 沒錯 像剛剛有提到說裡面 這個脂溶性維生素ADE 在我們這個鱈魚肝裡面都有 還有Omega 3 油不要丟掉可以拿來炒菜 然後拿來我們今天做這個香菇料理 好 那我們的香菇它已經烤好了 一般烤的時間要設定多久 160度我們可以烤10到15分鐘 然後依照你的功率去調 我這邊剛好有可以給大家做的對照組 是 有點扁掉了 真的 對 這個是原本蓬蓬的樣子 它有點縮小了 對 烤完之後 烤完之後我們想要再增加它一點的口感 還有一些這個鈣的攝取 所以你們可以去買一些這個市售有一些的紫菜酥 把它放上去 那口感真的滿豐富的 對 小朋友味道 脆脆的 對 然後我還特別買這個是有加芝麻的 對 如果你們可以自己加芝麻 堅果類都可以 再給它一點綠綠的九層塔 九層塔 對 然後如果你喜歡那個香菜 也不是不行喔 而且一顆一顆擺上去很漂亮 對 我們現在要抗暈眩的料理就完成囉 推薦這道雪魚乾香香菇 富含維生素D的波特菇 裹上鹹香濃郁的雪魚乾 一口咬下滿足味蕾 幫你預防眩暈復發喔 相信很多都曾經出現過耳朵進水的狀況 你會怎麼處理呢 小心 處理不當 可能會出現中耳炎更嚴重 可能會產生腦部感染的風險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